喂 季伯伯 你好 季凡 你遭了什么事 我是想告诉你 有人想资助你见销社 这么好 谁啊 季伯伯 哎 季伯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什么误会 果然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真的很厉害 故事没有白讲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上次 有看来拿他的钱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拿钱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是因为这个人 没有选择我最爱他 我因为这个人 失去了我最爱的母亲 一直以来 我以为我能够摆脱你的音 你 还没想到 还是财神爷厉害 一个拿着弓箭乱射的小娃娃 怎么斗子给我承认世界 至高武上财神爷呢 季凡 还有你 我可我这么相信你 我以后 再也不要见到你们任何人 季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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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伯伯 刚才季凡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明白 他刚才讲的 是我曾经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 是欧亨利的财神与爱神 故事里的男孩子 他不相信金钱是万能的 但他只相信爱神 有一天他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 遭遇了一场交通阻塞 他就认为这是爱神 特意为他安排的 就大胆地向这个姑娘 展开了求婚并成功 可是他回到家里万万没想到 这场事故 是他的老爸 安东尼特意为他安排的 花了六千三百美元 难道金钱是万能的 哦 不是 如果是万能的话 他也不会到外边去租房的过生活了 是啊 我相信季凡和您之间是存在一些误解 今天真的对不起 让你们之间加深了误会 没什么对不起的 我只是想让你们来的感情更静有 我们可能只有做朋友的缘分 而且 好像他还爱着他以前的女朋友 以前似的 现在不是肯定不是 你就别安慰我了 其实你不是也喜欢他 我也听得出 他要是喜欢你的吗 在他的气话里不是还说 一个拿着弓箭的小娃娃 怎么斗得过 生残万贯的财神爷呢 你想那个小娃娃他是 我知道 那是艾神丘比特 哎 哦 季伯伯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拜拜 请你帮我通知财务长 我有钥匙找他 是 请先生 少爷 是你 如果你是来替我爸说话的 那就不必了 哦 我今天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我是特地为乐小娃来的 彤彤 关他什么事啊 其实 他并没有收下你父亲的钱 就算没有收下钱就怎么样 替他办事 早晚会得到好处的啊 你误会了 他还在你父亲面前恳求 希望老爷同意 让你去治教 说的都真的 他真的这样说 你应该知道 我是不会说谎的 那他还说的什么 他希望你们父子俩好好谈谈 化解这么多年来都不会啊 彤彤 敬凡 不够 你要干什么 彤彤 我已经说不懂事会 他们答应让新的公司 重新开始运作 真的 那太好了 他的话你也相信啊 这是集团和公司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 今天要不是那换电视 今天要不是那换电视 你们公司会放手吗 你这个伪君子 少这么假猩猩了啦 你真的很可怜 你真的很可怜 你除了会收到嘴瓶子 你还能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啊 但至少 我不会在桶桶背后下手 那是因为你和他之间 并没有商业厉害关系 你以为随便拍拍DV 就能起了了什么作用吗 我告诉你好了 对我们集团而言 只要有任何利润 不用说是DV啦 就算你们所有人用私人威胁 我们也无动于衷 听到没有 你们大家听到没有 精彩 真的是太精彩了 想不到你这种人 会为这种吃人的公司工作 我真的太佩服了 你们不要再抢了好吗 好 彤彤 我相信你 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相信你 彤彤 方言 对不起 我们在碰上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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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我相信你 心中 世界一片冷藏 想念温热 泪水清澈 你的爱是我走不住的银河 一种颜色 一个段落 爱从来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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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我来啦 老公 老公 你干嘛知道我要来就要逃跑啊 你开心点吗 我又不是那么可怕 哎呀 是不是因为我变胖了把你吓到了 你说我这句说下巴好大 我今天也真不丢 哎呀 我知道你还爱着我那边 哎呀 我知道你看到我逃跑是因为他看到我又难过 哎呀 对不起嘛 那个时候我离开你是我不对 可是你答应过我的啊 你回去好好找一个对象了是不是 哎呀 你不过是忘了吧 你答应我回去好好相亲的 我没忘 我答应你要像101次找到一个好的对象是吧 对啊 那你现在有对象了没有啊 哎 他是什么样子的啊 他长的 哎呀 你不用说了 我老公长的人啊肯定跟我一样棒 我好困呐 我要去睡觉了 不然我要长痘痘 最近是不好吵 我不能熬夜的 而且还会长黑眼圈 我老公看到要说我是熊猫 喂喂喂 你要去哪里啊 去睡觉啊 那 那你要睡哪里 当然睡你的床了 你干嘛跟我装不熟啊 那我要睡哪里啊 你要去哪里睡哪里啊 哎呀 你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决定嘛 我很累的好不好啊 你这次是来干嘛的呢 哎呀 我明天再跟你说嘛 哎呀 你也早点休息 不要熬夜 哦 对了 你明天早上要记得叫我起床啊 谢谢老公 我 我 哦 还有我的行李 я咯 我会睡觉 起来 …… faith Beauté 皇上 我